防疫警戒降至二级之后 不少行业陆续恢复营业 但就怕有人不遵守防疫规定 造成破口 花莲县警分局在27号的晚间 特别针对辖内的八大行业执行机查 以及家常宣导的工作 希望和业者达成共识 共同为防疫尽心力 政府从今天开始 防疫措施有降级 但是还是希望 Motel的相关业者 能够来配合我们所有的防疫政策 27号晚间 由花莲警分局分局长好行程 亲自带队 协同员警们 是立州防辖内的八大行业 除了进行机查 也强化防疫的相关宣导工作 希望能与业者达成共识 坚守防疫 中央目前已经针对 这个疫情防疫的部分 宣布一个降级的一个政策 那花莲县政府跟我们警察局 还有主政单位卫生局 能来就相关八大行业 还有一些相关的行业 来做一个不定期的一个机查 我们这边也要特别呼吁 八大行业仍然列为 不对外营业开放的一个场域 那相关娃娃机 必须要有专人来做一个看守 跟落实实名制 跟还有一些相关防疫政策的作为 我们呼吁 如果有违反相关中央防疫政策的话 我们仍然会警察局 结合卫生局 主政单位呢 来做一个裁罚跟开罚的动作 所以也呼吁所有的民众呢 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务必将所有的疫情降到 危害降到最低 防疫警戒从27号开始降至二级 不少行业也都陆续恢复营业 就怕一个不小心出现破口 华联警分局表示 目前除了会强化宣导工作之外 更会加强线上巡逻警力 如果有发现违法营业 或是有群聚等违规行为 将会结合卫生局进行裁罚 请民众切勿轻忽 记者许立琴 花联市报导